推開大門 氣派挑高大廳 映入眼簾 游泳池從室內延伸到戶外 農曆春節假期 全台房市衝出好成績 玻璃外牆充滿設計感的外觀 這棟豪宅位在知名百貨旁邊 在台北市市民大道上 每瓶要價200萬元 但是農曆春節期間就銷售兩戶 農曆春節房市買氣爆棚 攤開統計資料 海月初三開張營業 萊克樹比往年增加兩成 遠雄12個建案 過年期間也累計高達 1600組萊克 以雙北市最多 賈山林也有1300組 總計六大建案代銷 春節期間銷售金額就突破60億元 木質地板搭配灰色沙發 鋪上棉麻材質地毯充滿日式風格 房市缺工缺料潮加上剛性需求持續 讓不少專家預期今年房價將呈現為漲 讓民眾搶載這時買進 跟去年過年的時間來說那應該是不只一倍 因為確實今年的春節的來客量 確實比往常都來得多 非常多 除了缺工缺料以外 其實也是原物料短缺 那所謂的原物料就是說我們的土地其實也是越來越少 然後再來就是土地取得不易 那老屋改建的時程也比較長 所以相對來說其實房子變成物以稀為貴 所以未來勢必它還是會有漲幅的空間在 春節期間房市買氣爆棚 資金進入市場 不過仍要提醒民眾賣房還是別著急 嚴格挑選好房也有利 未來脫手 東森財經新聞 李某山眾一瑞台北採訪報導 謝了 那是 那是 感谢观看